第十二题 如下图表示 下图在这个地方 它说这个表示 x-1小于0解的范围 x-1小于0 我们可以马上知道 这个不等式 它解出来是x小于1 题目上第一句话要告诉你的是说 x小于1表示成这个样子 它只是举个例子来说 表示成这个样子 1不包含1的时候 它是用空心的一个点来表示它 那小于小于在左边画一条实线 它告诉你说 我要画成这个样子的图 好 那接下来呢 题目上讲说呢 何者可以表示数线上 这个不等式的范围 3x加15 大于5x-9 的范围要如何表示 好 这一题呢 就是要解 一元一次不等式 我们把5x移到左边 15呢 移到右边 3x-9-15 3x-5x-2x 大于负的 负9-15 负24 两边除以负2 请注意 在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时候 两边同除 同乘或同除一个负数 乘或除一个负数的时候 要记得 要变好 乘除一个负数要变好 其他的都跟等式一样 同乘或同除一个负数要变好 这里所谓变好的意思是说 大于要变成 小于 小于要变成 大于 大于等于变成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变成大于等于 大小互换 所以我们来看这里 这里呢 最后一步 剩下 两边同除以负2 把负2移过去 两边同除以负2 左边除以负2 就只剩下x 右边除以负2 负24除以负2 负负得正 变成12 好 本来大于要变成 小于 根据 前面的 这个题目 给我们的意思呢 如果我们要画这个x 小于12呢 我们就在 必须在数线上呢 找到12 这个点 因为不包含12 所以12画空心的 x小于12 在12的左边 都比12小 画实线 所以呢 我们这一题呢 很清楚的答案选 B 这个选项